在中国的最西部有一个帕米尔高原,这里的海拔高达4000米到7700米,也被称呼为世界之极。 帕米尔高原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艰险又必经的一个路段,那时候还被称呼为聪林,在山海经里被称呼为布州山。 帕米尔高原在唐朝时期就已经是中国的版图之一,但是在清朝时期又发生了内乱,直到乾隆22年才成功平定了大小合作之乱,那时候才正式纳入了清朝的版图,由清朝派兵驻守。 但是在清朝末期,西方的列强蠢蠢蠢欲动开始入侵了中国,但是那时候帕米尔高原还是中国的领土,1884年沙俄趁清政府还没有反应过来,就派兵将帕米尔高原占领了,那时候的英国势力也进入到了中国,于是两个国家便将帕米尔高原瓜分了,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没有将帕米尔高原收复的能力了,就这样帕米尔高原成了别的国家的领土,但是中国政府始终没有承认帕米尔高原是属于外国领土的。 苏联解体之后,塔斯克斯坦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国家,帕米尔高原成为了塔斯克斯坦的领土。 出于友好的考虑,塔斯克斯坦主动和中国商讨编辑的问题,已在2010年4月27日签订的关于中塔国界的刊借议定书,终将实际控制的1158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于中国。 就这样,帕米尔高原经历了128年才成功的回到了祖国的怀抱,之后中国对帕米尔高原进行了开发,才发现帕米尔高原不仅仅是有重要的占预力意义,更是蕴含了十分丰富的宝藏。